阿波罗新闻网 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秦刚被送到秦城监狱 习政权远远没有外部想得那么安定 抹黑习近平 军队背景傅小田搞安全部秦刚 惊人一幕 天津南开小学密密麻麻跪倒一片 习将出席的成都市大运禁止特斯拉开入管制区域 秦刚遭免职 外交部望称台湾属于中共 如今有点讽刺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副频道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四 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在25号被人大常务委员会免职 但是留下了国务委员的身份 日本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在脸书撰文表示 凭我多年对中共的观察 我认为秦刚一定是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才被撤职的 现在正在接受审查 一旦中纪委的调查报告出来 他被撤出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可能性很高 而且还有很大几率会被送到秦城监狱 心头壳引述称 石板明夫说 如果秦刚是健康问题被免职 属于正常的人事交替 那么中共外交部的网站就没有必要删除他过去的讲话 正因为他在政治立场出了问题 他过去的讲话被认为是大毒草 不能再代表中共的外交理念和思想了 所以一定要先删去 以免扩大影响 当年中原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被打倒的时候 徐才厚在中共军报网上发表的所有文章 也马上被删除了 石板明夫认为 如果是正常的人事交替 接班人应该是从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中选出 让比秦刚的身份还要高的政治局委员王毅 来接替外交部长 非常不自然 这说明 今后准备在中国外交部里面展开塑清秦刚流毒的政治运动 需要一个大人物来主持才能够镇得住 就好像2012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后 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任 代表中央大道阔府排除博派 同时安定人心 石板明夫提到 不只是外交部长秦刚 工军的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也将近一个月没有消息了 有传闻说是被中纪委带走了 分别担任中共外交和国防两个重要职务的人物 几乎同时出事 说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政权 远远没有外部想象的那么安定 凑巧的是 两个人出事的时间 又和欧罗斯的用兵组织瓦格纳军团叛乱基本一致 或许是邻国发生的事情刺激了多疑的习近平 让他开始寻找身边的网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金 抹黑习近平 军队背景傅小田搞安全部秦刚 中国民主运动活动家魏京生在《精英论坛》节目表示 这次说秦刚什么私生子这些东西 在网络上没有被删除 国内网络上炒作也很热闹 就是说这个炒作是有官方背景的 能够不受控制散播这些东西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抹黑习近平 那么谁有胆子干这种事呢 只有习近平的对手才有这个胆子 也有这个需要 另外就是傅小田的背景 跟军队系统是有关的 凤凰卫视实际上是总参的背景 但是总参系统出来的这么一个人 整个媒体都在帮着炒作 炒作秦刚的丑闻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可以说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 也非常成问题 魏京生说 军队的情报系统和安全部的情报系统 从来就不太对付 这两个大系统也还有好多小的部门 这是因为 毛泽东不太愿意搞一个情报系统 从战争年代的时候 从30年代开始 就是两套情报系统 分开搞 互相监督 就造成互相扯皮 现在就是互相争斗变得非常厉害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可能整个军队情报系统 都起来搞安全部的这个情报源 而且搞得习近平 有点举棋不定 左右为难 这就很有意思 最近中国发生无比壮观的一幕 无数家长跪在天津南开小学下跪 要求更换校长 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26号发文表示 这件事发生在7月25号 原因是天津南开小学打算9月份 让学生搬进还在装修的教室 引发家长对甲犬问题的担忧 家长才一同下跪 要求更换校长 影片显示 浩大的人群聚集在校园中 并集体下跪 天津南开小学充满了密密麻麻的人 代表许多关切孩童健康的家长们 对学校决定感到担忧与不满 网友们纷纷在文章下留言说 集体请愿还行 下跪 可笑可怜 大事小事都下跪 真是跪习惯了呀 好一个民愤 一民愤就下跪哀求 公正是由公正的体制制度作为保障 才会有真正的公正 下跪求不来公正 只会越来越不公正 彭博新闻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本周五28号 即将举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开幕典礼的成都 已在部分区域禁止行驶特斯拉电动车 这个有2100万人口的四川省都会 在连续延期两次后 终于在今年举行2021年度的世大运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印尼总统等数名外国政要 都将出席开幕典礼 由于试设未公开的敏感事项 这些消息人士要求匿名 他们表示 成都市当局已经要求禁止特斯拉 进入与此次运动会和习近平访问相关的部分地区 中国社群网络抖音上发布的一段影片显示 一名驾驶特斯拉的司机 被拒绝进入成都的一个场所 影片中一名交通警察解释说 他只是按照世大运的官方规定办事 这条影片已经脏到抖音下架 但仍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流传 成都将在世大运期间 实施更广泛的交通管制措施 包括禁止民间车辆通行一些街道 该运动会将于8月8日举行闭幕式 开幕与闭幕典礼时 都实施广泛的无线电管制 对无人机、空拍机划出禁航区 特斯拉为了达到自动驾驶的能力 车上有相当多的镜头与传感器 而且会不断回传资料给特斯拉 2021年 中国解放军禁止特斯拉进入军事营区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消失一个月后 遭免职 台湾外交部27号召开例行记者会 发言人刘永健回应媒体表示 外交部对于中共外长 异动的原因没有评论 三立新闻网报道 刘永健说 秦刚担任外长的时间不长 外界印象也不深 记得今年3月 秦刚第一次以外长的身份面对媒体 拿出一本红色的小册子 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其无视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与现状 望称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论 国人记忆犹新 现在看来有点讽刺 刘永健指出 政府的两岸政策态度明确 一贯 就是总统蔡英文提出的四个坚持 包括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必须尊重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 我们每天在副频道发表一个视频新闻 阿波罗网是独立媒体 没有政府和机构资助 朋友们每一次按动油管的特别感谢 都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您的关爱和支持 尤其感谢纯粹为赞助我们而加入会员的朋友们 我们唯有做得更好 回馈您的帮助 请您点赞 转发和留言 让更多人受益 也请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